第三百九十九章 战后 印红月死了 从银城走出的那一天 李浩便立志要杀了这个仇人 杀了这个刽子手 而今 他百般谋算 终于彻底杀死了他 十道分身 虚道分身 本尊 八脉分身 印红月 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难缠的敌人了 正与这些人 没怎么接触过 也一直没怎么交手过 接触的几次 李浩也没吃亏 所以也没觉得如何 唯独印红月 很久之前就开始接触 却是始终不能杀 不敢杀 杀他 比杀半地都不容易 此刻的李浩 阴霾少了许多 道心自然 修武修心 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心中有祖 大道难尽 今日 扫清了一大障碍 他的大道不断翻滚 看似平静的李浩 一点也不平静 站在那空荡荡的坟前 他此刻心情复杂的 无人可以理解 谁能想到 一年多前 还在为超凡而烦恼的李浩 今日 击杀了多位天王 击杀了最大的 仇敌印红月呢 李浩露出了一些笑容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 能看到吗 这亿万星辰 有属于你们的那一刻吗 恐怕 没有吧 他四哭四笑 大概没有吧 纵然我掌控了世界 大概也没办法复活你们吧 父母也好 小远也好 都不是修饰 不是修炼 就算是仙天道体 就算有仙天道脉 大概率也没有星辰存在吧 这星空中 无数星辰 有属于你们的那一刻吗 就算有 我能找到吗 银月世界无数岁月 诞生了多少人类 死去了多少人类 这大道宇宙 到底还有多少 星辰存在 微弱无比 宛如尘埃 在这无数尘埃中 找到属于你们的那一颗 纵我一生 也许也做不到 李浩笑着笑着 有些苦涩 仰望星空 感受着那隐约传来的一些波动 忽然眼神泛冷 印红月也许什么都错了 唯独有一点没说错 隐约世界 最近几十年灾难无数 别的不说 那虚道宇宙中三个混蛋 都最不可设 此刻 大道波动 十道宇宙 都好像受到了一些影响 加上之前三大天王自曝 十道宇宙 也是剧烈波动着 李浩心中想着什么 遥望远方 苍山对面 初五之神已经消失不见 刚刚 红月帝尊不敢对自己下手 一方面是因为争夺时光星辰 一方面则是因为忌惮那位 忌惮那把刀 没敢出手 印红月期待的一切 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 此刻李浩心中 瞬间浮现一个个念头 今日 还有一项目标没能达成 天意 没有出现 哪怕李浩被七大天王围攻 天意也没出现 哪怕时光星辰出现 天意还是没出现 天意啊 去哪了 李浩环顾四周 看向那一位位强者 天意 隐藏在这些人当中吗 觉得时机没到 还是觉得 此刻出头 会落入李浩陷阱 一个个念头 再一次闪烁 银月世界 天意还是极其重要的 对方给你好处 也许很麻烦 可给你制造麻烦 也许会让你意想不到 而这一次 其实引诱天意出手 也是李浩的一个目的 对方却是没有出现 他再次环顾一圈 此刻的李浩 头顶群星闪耀 盗麦不断开启 原本就汲取了 过去未来之力 实力提升了不守 虽然没有开麦 可盗麦也是随时可开 这一刻 星辰数量 从144颗星辰 不断攀升 很快 星辰颤动 180颗星辰浮现 一瞬间 化为五个循环之圈 这一刻 李浩在杀死印红月之后 几乎是瞬间 跨入了河道五重 不止如此 精神海世界 虽然被李道衡一箭重创了 可因为时光星辰在这逗留了许久 不但没有虚弱 反而更强大了一些 浩月剑意的核心 时光之剑 那颗星辰 也比之前更强大了 之前一些无法容纳的剑意 也在构建星辰 李浩感悟了长生剑意 188种分裂剑意 之前只是凝聚了百种剑意 或者说99种 时光剑意不在其中 这一刻 百道剑 也开始凝聚形成 更加强大了起来 四周 众人都在感受着大道波动 整个浩月大陆 那无数平民也茫然地等待着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大道宇宙 到底有没有融入天地 不知道 但是因为李浩杀死了多位天王 并未直接吸收 而是任由能量一散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 能量愈加浓郁 可要说 此刻 就是大道宇宙融入天地 哪怕平民修饰 也觉得好像不够震撼 不如想象中的强大 就在此刻 李浩面容浮现天地之间 天幕再次开启 大道宇宙归银月的计划 被敌人破坏了 虽然击杀了七八位天王 可有半帝出现 数位半帝 甚至帝尊出现 阻拦了大道宇宙 融银月的进程 李浩声音震荡天地 不过 此次之后 我银月之地 也将所有半帝之下 全部威胁 斩尽杀绝 李浩声音高抗起来 这几位半帝和帝尊 也蹦到不了几日 待到那时候 我们再来 天下恢复正常 最近 因为天王死得多 能量足够 等杀了半帝帝尊 世界会自然进化 有我们在 无需担心这些鼠辈 全民安静 倒也没什么紧张 只是有些茫然 半帝和帝尊 到底多强 不太懂 但是感觉很强大的样子 至于天王 倒是隐约知道一点 据说是河道四重以上了 那样的境界 很可怕了 上次好像侯爷就杀了不少 今日再杀一批 大家也没觉得 有何不妥 而那些知道多的 了解多的修士 都是一个个后怕无比 紧张无比 半帝 帝尊 这些传说中的存在 传说中的层次 银月世界 居然真的还有吗 无法相信 天王 哪怕再心无 也不是弱者了 居然 动不动就被杀了一批 银月猴 如今到底多强大了 虽然这一次 融合大道的计划失败了 可众人并未觉得 有什么不同 天地能量的确再次提升了 而且提升了不少 对大家而言 目前还是足够修炼了 花了一点时间而已 汲取了很多生命之权 又感受到了能量提升 对所有人而言 也不亏什么 都兴高采烈的 至于强者来袭 众人相信 有银月猴在 也没问题 到了今日 大家对李浩 都是无条件地相信 因为 每一次 再强的敌人来袭 都会被击退 或者击杀 自从李浩执掌天地 从未有过 大乱在耗星大陆发生过 猴烟 直到这一刻 灵魂欲众人 才敢靠近李浩 此刻的李浩 气息越发强大了 不过 提升到了180刀麦 李浩就没再继续开刀麦了 而是在开虚道剑义 此刻 精神海世界 虚道剑义星辰 倒是高达130多枚了 从境界上来看 李浩进入了河道五重 提升其实没有想象的大 不符合他这一次的预期 这一次 他付出的代价很大 暴露了精神海世界 失去了突袭虚道宇宙的机会 也暴露了时光星辰 暴露了一切后手 结果 只是杀了一个印红月 杀了一些不影响大局的天王 境界 却是只是提升了一个小层次 在外人看来 其实若是不算丝绸 是极其不值得的 河道五重 也就天王中后期的样子 而这 说的 都是五本源天王 河道六重 甚至六重巅峰 才能堪比天王巅峰 距离半地 还有一些差距 想堪比半地 最少也要河道七重 顶级的半地 甚至需要八九重 才能匹敌 这时候 张安也落地 看向李浩 有些感慨 这时候 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些无奈 我一直想要 解决那些叛徒 而今 除了李道衡和郑宇 都被你杀完了 他还谋划了许久 结果 他都没想好 怎么对付郑宇 这边 李浩将郑宇 李道衡除外的人 全部给杀了 连他也不得不感慨 李浩 真有些像自己爷爷了 那位心武人人敬仰的至尊 起码 从谋划 从算计来说 李浩每一次都能成功 而且 还是那种你知道 这就是陷阱 但是我不得不跨入的阳谋 哪怕算计 也是大气磅礴 那位初武之神 若是天机分身 这样一位 再心武都能苟到天荒地老的存在 这一次 也不得不走出七居之地 这才是真能耐 他不得不走出来 八脉汇聚 李浩送给他的 送给那把刀的 天机自己不在乎 也得考虑那把刀 所以 此刻那位大概也是郁闷到了极致 张安心中感慨无数 李浩 真能忍眼 这一次 他心中再次浮现一个念头 李浩的未来 若是能闯过银月这一关 也许 会超过自己的爷爷 当然 能否和人王比肩 那不好说 人王虽然不善谋划 也不喜谋划 可人王之霸道 之勇猛 也是无人可匹敌 这一刻 也能清晰感受到 李浩和人王 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身后的几位圣人 此刻也有些茫然了 这人都杀完了 只剩下两位半帝 他们这些圣人 现在该干嘛 杀半帝去 还是咋样 好像 没啥可干的了 一时间 都有些无奈 看向张安 原本跟着张安 是想着新武人自己报仇血恨 结果倒好 张安这边从头到尾 最大的功劳 其实是打下了新河城 就在此刻 那张家定天城的圣人 忽然道 李侯爷 对付半帝 我们无能为力 差距太大了 但是据说 新武修士 大道移植 进入新道 可以稳固新道 若是如此 侯爷能否更进一步 跨入河道七重 和半帝比肩 五等人数不多 但是都是货真价实的 本源圣人 此人 也是刀意无双 战力相当强悍 定天城的守护妖制叛变 也是被他直接斩杀当场 而张家 是小远的祖辈家族 此刻 直接说加入银月 显得太过势力 可对方一说 用本源稳固新道 推动李侯更进一步 这一听 反而不显丝毫的势力 而是大意 大气 我一本源道 稳固新道 助力李侯 可占半叠 何等的大气 果然 若是对方直接说 加入新道势力 银月武士都会不乐意 觉得对方这时候来了 以前怎么不来 可现在 银月武士们 一听这话 也觉得很有道理 都是货真价实的本源圣人 这些人 移植大道 稳固大道宇宙 稳固大道长河 虽然人少 可的确是不小的助力 一时间 倒是没人觉得不好 都觉得可以考虑考虑 当然 这需要李昊答应 这便是说话的艺术 那张家的圣人 看起来耿直憨厚 可这话一出 钱无量几人 就多看了几眼 是个人物 张安都没说话 对方主动开口 一下子就能博取很多人好感 不愧是当官的后代 此人的祖辈 乃是新武一位总督 半帝之身 也是人亡这些人 故乡之地的总督 若是将李昊 带入人亡 此人祖辈 便是赵曙光这样的地位 李昊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看了一眼 众多的新武圣人 包括红山木他们 虽然一直都说修新道 可实际上 他们也只是在感悟新道 目前还没正式进行换道 都不算新道修士 都是本源修士 新武圣人 不少 若是都换道 融入新道 正如这张家圣人而言 对稳固新道 还是有帮助的 看了一眼虚空 再看看大道宇宙波动 还有多位天王死后 留下的一些残余之力 李昊忽然笑了 好 那就趁此机会 将所有愿意走新道的新武修士 全部化为新道修士 山崎诸位 一直都在等待 此刻 道是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无人会阻拦 无人会阻挡 那三个家伙 在虚道宇宙 斗个你死我活 短时间内 是出不来了 张安威威咒没到 现在就不管他们了 那时光星辰 若是真被捕捉了 这就是天大的麻烦 一点办法不想 李昊摇头 我没办法处理 他们都是半地之力 还有足足三位 时光星辰没那么容易捕捉 加上三人制约 三角形最稳固 若是只有正与一人 我还担心 他斗不过李道衡 可这三位 目前都没有以一敌二之力 若是两人 那就麻烦了 绝个生死 也许就能决定归属 可三人 这就有趣了 三个和尚没水喝 三个人 二打一都能稳胜 这是最稳定的架构 此刻 少一人 李昊都得担心 会不会出大事 张安威威点头 思索一番开口道 他们要换心道 我没意见 你既然答应了 那更好 走到了这一步 说实话 我没想到这么快 你能解决掉 半地之下所有的麻烦 你能力比我强得多 大家若是愿意 随你安排便是 说到这 停顿了片刻 这才道 你走到了这一步 大打出乎我的预料 只是 我还有个问题 想多问一句 前辈说便是 张安看了他一眼 许久才道 若是 我是说 假如 假如大家都没办法 禁忌帝尊 李道衡 郑宇 愿意和你联手 三方联手杀红月 那位帝尊 你愿意吗 李浩深深看了他一眼 并未出声 张安又道 目前来说 还是这位帝尊威胁最大 而且 对方来自红月宇宙 一方杀他 很难很难 而且又担心 被另外两方捡了便宜 若是三方联手 先杀帝尊 消灭最强者 再来决胜负 也许他们两人都愿意 此话一出 众多强者 也都沉默安静了下来 张安的提议 不算差 若是真有这个机会 三方先杀帝尊 再决生死 这样一来 把握大不说 还能铲除一个 巨大无比的祸害 帝尊 太强了 哪怕李道衡 如今计划屡屡被李浩破坏 对方还有值钱的把握 能杀帝尊吗 李浩笑道 再说吧 最少 我到了河道七重 才会有这个想法 否则 就我现在 随便一位半帝都可杀我 我和他们合作 不是羊入虎口吗 张安的提议 也不算错 只是 现在是不可能的 现在李浩最弱 可掌握了十道宇宙 这是郑宇和李道衡 都想夺取的 这一次 时光星辰若是逃掉了 那两位 更不会轻易放过李浩了 因为 只有李浩 可能有希望 再次引出这颗星辰 这星辰 如何出来的 他们是一点不清楚 而且 一次比一次难 现在 哪怕李道衡弄什么星河 弄什么时光之剑 这些都是李浩玩过的了 时光星辰没兴趣 不会出现的 甚至在弄三世之身 对方都见过了 没有更新奇的 一旦躲着不出来 谁能抓住那颗星辰 李浩没再说这事 看了一眼虚空 笑道 好了 趁着现在 大家想转换大道的 迅速一点 再迟 这几个家伙 都完了 也许会找我麻烦 天帝目前 还无法彻底容纳半帝出现 之前 也只是大道宇宙 和天帝接触太多 现在随着精神宇宙被收回 十道宇宙也会封闭 接下来 半帝大概很难走出来了 当然 红月帝尊是不在乎的 他想出来 也许会直接出来 甚至巴不得自己破掉封印 可另外两位 大概率不会给他出来的机会的 起码李道衡不会给 这些 就和李浩无关了 他要迅速完成这些人的转换 封闭十道宇宙 一群圣人患道 对自己而言 的确有好处 李浩也没再耽误 直接开始帮众人患道 虚到宇宙之中 三大强者 此刻也的确顾不上李浩 三人追逐那颗星辰 前方的时光星辰 仿佛受到了惊吓 不断顿逃 一次顿逃 就是无限远 若非三人都是半帝之力 恐怕难以追上 此刻 郑宇一声叹息 明知道是李浩故意的 还是上了他的当 这颗星辰不好追 红月帝尊 之前为何不直接铲除了李浩 也免去一个麻烦 我和李道衡 也未必能追上这颗星辰 现在若是追丢了 你我三人 一无所获 全部成全了李浩 后方 红月帝尊的分身 背负双手 也不着急 好像慢悠悠地 跟着他们两人 不断环顾四方 熟悉宇宙 空中 也有雷霆汇聚 只是 分身之中 红月之力不算太过浓郁 对他而言 雷霆虽强 还算能支撑 听到郑宇之话 一脸淡然 本帝想了又想 何必呢 李浩要杀 也该你们着急 这大盗宇宙 本帝又没办法掌控 起码现在本尊不出 和我无关 为何要为你们铲除对手 郑宇轻笑 帝尊是怕 斗不过大理那位吧 都是分身 可一个才刚凝聚 一个是十万年前凝聚的 还手持血刀 大概率 这位的分身 是斗不过那一位的 红月帝尊也不着脑 依旧平静 郑宇 你想激将本帝 还差了点 还有 李道衡的威胁 远比本帝的分身威胁更大 此刻 你我该携手 解决了他 才是正道 这毕竟是虚道宇宙 李道衡在这更强大 也更熟悉此地 他说的也没错 在这 那位 才是最大的威胁 他和郑宇 联手压制李道衡 更合适一些 郑宇却是轻笑一声 解决了他 帝尊本尊 就该强行破风而出了 今时今日 封印缠弱了许多 帝尊又不是不能强行突破 付出一些代价便是 只是现在 帝尊还有忌惮 真杀了李道衡 帝尊还会忌惮吗 红月帝尊也笑了笑 并未在说什么 三大强者 不断突破虚空 这大道宇宙 仿佛无垠一般 根本没有尽头 若是在银月世界 三位半的追踪到了现在 早就到了世界壁垒了 可在这大道宇宙 哪怕他们 到现在也没看到 世界的尽头所在 这么追踪下去 连半地都有可能迷失在这 前方 背见男子微微皱眉 更前方 是一条星河环绕 也如李浩一般 化为星河 追踪那颗星辰 背见男子转身 看向后方一直追踪的两人 冷冷道 这星辰 乃是道之中心 此刻 少了一些东西吸引 根本无法停下 继续追下去 也是徒劳无功 关键还是李浩 他也许有希望 再次引出这颗星辰 这么追 太难了 郑宇笑道 李兄觉得 李浩会帮你再次 引出这颗星辰吗 还是继续追踪吧 也许 追到了宇宙尽头 他就停下来了 大道宇宙 毕竟只是心生宇宙 还能真的无边无际 背见男子侧头朝他看去 忽然冷笑一声 郑宇 你好像并不担心李浩强大 你甚至比我和红月这位 更淡定 看样子 你还有手段 郑宇摇头 李兄多虑了 我只是觉得 无需担心什么 能赢便赢 真输了 就当帝尊之杰 天杰是杰 人杰也是杰 无法度天杰 那就度人杰 也许 也有正道帝尊希望 人杰 背见男子瞥了他一眼 没再多说 此话并非谬论 帝尊天杰 也是为了练心 人杰 其实也一样 真有能力打破人杰 就算还有天杰 也无惧天杰了 这三位 此刻 好像不是敌人一般 在这无影宇宙之中 互相聊着 太过寂寞了 一人被困聚封城 一人住在月亮之上 一人被封印在世界壁垒之中 十万年岁月 都清醒着 却是彼此没有交流 坐看天地变化 而今 难得有了机会 三人处于同一片区域 仇敌也好 恩怨未了也罢 在这 此刻 星辰不限 寥寥 也能一解十万年的孤独 他们三人聊着天 追着星辰 很是惬意 而此刻 银月之地 一条条本源大道浮现 纵横天地之间 而与此同时 还有一条条大道成线 被李浩 直接斩断 那是天王之道 几位天王 并未彻底死亡 只是 李浩岂会客气 还是彻底死亡的好 一散一些本源之力出来 还能给天地 带来不少能量 给这些患道的 星武修士 补充一些能源 这一次的患道 和当初又不太一样 以前 都是重铸肉身 重新开始 这一次 李浩却是没帮他们 重铸肉身 到了圣人这个层次 很强大的 这一次 李浩直接将他们的大道 贯穿宇宙 凝炼他们需要的星辰 只有一刻 也算是只有一条道脉 再想要别的道脉 自己去弄 圣人层次的存在 自己凝聚道脉 也不算太难 不单单是为了省事 也是因为重铸肉身 太过消耗能量 耽误时间 只是 如此一来 这些人 也和重铸肉身的人比 稍有一些弊端 大道和星道宇宙 契合度更低一些 想完全融入 需要时间来打磨 这是其一 第二 因为只有一条道脉 需要自己去凝聚其他道脉 不能和王爷他们一样 按部就班 瞬间冲击更高层次 需要填充完了道脉 才能一点点进步 这些 都需要他们自己去做 李浩做的 只是将他们和星道宇宙连接上 这一次 转换的圣人不少 不是一两位 利富海 九师长 怀将军 老乌龟 金刚墓 张家圣人 武林盟两大圣人长老 红山墓 都在转换 另外一位 张安麾下的圣人 却是依旧神秘 并未转换 李浩瞥了一眼 并未在意 什么另外一位圣人 就是张安自己 修炼本原道的张安 而目前看到的张安 修炼的其实是星道 这些星武强者 动不动就喜欢弄几个分身出来 他早就习惯了 随着这些圣人换道 那些不朽 绝颠层次的修士 也开始换道 一些妖职 也不断加入 星道 已经势不可挡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星道如今已经远胜本原道 起码在这个世界是如此 李浩金 更是实力大涨 时光星辰一出 甚至连张安都觉得 这星道宇宙 潜力 也许还要超过本原大道 这时光星辰 为何会出现在星道之中 甚至星道 为何会诞生时光 连李浩都不理解 可不妨碍大家觉得 星道宇宙潜力巨大 这也是之前 不着急换道的星武人 此刻都着急了 再不抓住机会 李浩实力不断增强 还会答应星武人入星道吗 李浩只是帮他们换了道 其他的什么也没管 他默默一个人 走到了一旁 坐下 默默感悟 修炼 体会今日的一切 精神世界中 剑术之前沉眠了 今日却是复苏了 有些痛苦 背里道横一剑 斩断了许多树根 让他有些痛苦 而此刻的李浩 却是没管剑术如何 只是 一道虚影浮现 不断逆转时光 在虚空中 渐渐凝炼出一道剑意 以及一道鞭意 这是李道横和郑宇的 这两人 之前都经过了精神宇宙 不但如此 两人还在这交手过 除此之外 那有些虚幻的千道剑意 虽然虚幻不太真实 可也能作为李浩的参考 相当于三位半地的道义 被李浩汇聚 这也是他们经过精神宇宙 给李浩留下来的瑰宝 何止如此 李浩还有一个地方 还没去 那把刀 出刀斩印红月 一刀破八脉 那是血帝尊的刀意 这一次 血刀真的出手了 这些 都是李浩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只是 外人看来 这些都不算什么罢了 还有那初五之神 对方持刀而斩 也留下了一些道义 虽然好像是纯粹的肉身之道 可也是一种道义 都是顶级存在留下来的 对李浩而言 都是好东西 都是至宝 从境界上来说 他比这些人差不少 这些人留下来的东西 都可以作为他参悟的目标 而这样的机缘 其他人是享受不到的 渐渐地 精神宇宙中 浮现出一把剑 浮现出一条长鞭 还有一把虚幻之剑 随着时光之力不断流淌 愈发清晰起来 李浩眼中露出一抹喜色 这才是自己这一次收获最大的地方 知己知彼 参悟几位强者的道 哪怕不能汲取什么 也能知晓 这几人的一些底细 虚空中 剑术虚影出现 也不再惨叫了 随着李浩不断运转时光之力 整个精神宇宙 愈加稳固起来 剑术伤势都恢复了一些 此刻 看着虚空中几股剑意 也有些震动 一股来自李道衡 一股来自李浩的未来身 一股是李浩自己的 还有一股微弱的长生剑意 可以说 天下最强的几位剑客之道 都在这里了 就差一些人王后的剑道了 他喃喃一声 而李浩忽然心中一动 对 人王后也是剑客 剑术化为人形 点了点头 人王后的剑道 其实不算太强大 他成帝尊 也是因为人王的原因 可也正因为如此 人王后也算是才百家之常 剑尊也曾指点多次 想参悟人王后的剑意 要更简单一些 更直观一些 李浩忽然道 他的配剑 会有他的剑意残留吗 多少都会有一些的 李浩点头 水云太后那把剑 自己也许要借来一关了 又想到了大骊王的霸王拳套 他开口道 那霸天帝的拳套 到底是霸天帝的 还是铁帝尊的 都差不多 剑术开口 现在留在营月的 大概率是纺织品 不好说 可能是你们 说的那位初武之神的 若是那位 真是西皇之子分身 不可能就是他自己的 或者你之前说过的 被杀的那位初武强者的 李浩心中再次微动 他为何 要杀一位初武强者 差点都忘了这茬 剑术摇头 那我不知道了 若是按照你和张安 所猜测的那样 这人是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会管任何事的 除非那位初武强者 想要干扰那只猫复活 具体如何 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李浩点点头 没再去问 倒是剑术提醒了他 也许 该再具一些 人王后的建议 他知道 人王后的建议核心是什么 如潺潺流水 有些溪流之感 倒是有些符合 长河之力流淌 若是能感悟一些 也许能参悟一些 长生建议中 不包含的建议 才百家之长 也是后辈武师 都应该做的 他可梅子大道 自己能比 这些帝尊更强大 他们的建议 包括李道衡的 对李浩都有很大比 李浩 我被斩断了 和虚道宇宙的连接 剑术此刻再次开口 那接下来 哪怕精神宇宙强大了 也无法突入虚道宇宙了 我已经掌握了 虚道宇宙坐标 李浩倒是不着急 笑了笑 断开了也好 否则 现在李道衡知道了 一旦杀入我的精神宇宙 我还难以抗衡 精神宇宙 起码完成了我的计划 将两人都引入了其中 郑宇通过这边进入 就算是完成李浩计划了 不算亏 李浩又道 精神宇宙 就是临摩虚道宇宙而建 虚道宇宙 又被那家伙执掌 我还担心 对方留下什么弊端呢 李道衡这人 不可小觑 我觉得 哪怕到了最后时刻 也该以精神宇宙为主 主要是吞噬虚道宇宙之力 剑术有些意外 这能行吗 咱仨锻造的宇宙 远不如真正的大盗宇宙吧 此刻 李浩又道 先不说这些 前辈 你们三位 还是修养为主 你们实力强大了 精神宇宙才会更强大 容纳更多的建议 你们因剑而生 建议更强 你们更强 其实是最好的配合 这一次 建议一散 各种建议都有 也是三位前辈的一个机会 剑术文言 也不再说什么 瞬间消失在原地 融入了精神世界 开始自我修炼 他们智慧不高 远不如李浩 如今看着李浩 又是算计帝尊 又是算计半地的 觉得李浩做得很好 完全不需要 他们来操心 此刻 剑术也心安理得地开始躺平 觉得还是背后有靠山的好 哪怕这靠山 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 不如建尊 可这种躺平感 还是难得的享受 而这一刻 李浩不再管其他人 不再管其他事 甚至不再管 虚道宇宙的争夺 他一心一意 开始参悟 精神宇宙中的 几种建议道义 外界 他也开始汇聚血刀之意 初武之神的权益 以及借来了 水云太后的佩剑 开始参悟 大离 初武之神有些惆怅 这一刻 天下安静 而他 却是不太安静了 总觉得这一次出手 打破了一些东西 未来 自己未必能得安宁 修道修心 对他而言 其实也是如此 欠下人情 太麻烦了 若是真不在乎 那倒是无所谓了 可就是在乎 才麻烦 当年 欠下了血帝尊的人情 结果 花了他足足十万年来守护 到如今 这个人情都没还完 现在 李浩又来了这么一套 他有些后悔 也许 不该动用血刀 可不用血刀 不吞巴脉 眼看着天地大战要爆发 这猫 也许真的 彻底无法复活了 血帝尊的人情 又还不掉 对他而言 这简直是一种折磨 还是人王好 大殿之中 初五之神喃喃一声 此刻 有些想念人王了 人王霸道 凶残 可人王不喜欢搞太多虚的 你欠下他人情 他明天就让你还 你不还都不行 你欠下了人情 大不了让你去和帝尊 厮杀一场 杀一个帝尊 这事就算完结了 可血帝尊这些人 李浩这些人 都他们不是好东西 动不动让你 做一件好石好礼 一辈子都要搭进去的活 而这一刻 李浩不再管其他人 不再管其他事 甚至不再管虚道 宇宙的争夺 他一心一意 开始参悟 精神宇宙中的 几种建议道义 外界 他也开始汇聚血刀之意 初五之神的权益 以及借来了 水云太后的佩剑 开始参悟 大离 初五之神有些惆怅 这一刻 天下安静 总觉得这一次出手 打破了一些东西 未来 自己未必能得安宁 修道修心 对他而言 其实也是如此 欠下人情 太麻烦了 若是真不在乎 那倒是无所谓了 可就是在乎 才麻烦 当年 欠下了血帝尊的人情 结果 花了他足足十万年来守护 到如今 这个人情都没还完 现在 李浩又来了这么一套 他有些后悔 也许 不该动用血刀 可不用血刀 不吞八脉 眼看着天地大战要爆发 这猫 也许真的 彻底无法复活了 血帝尊的人情 又还不掉 对他而言 这简直是一种折磨 还是人王好 大殿之中 初五之神喃喃一声 此刻 有些想念人王了 人王霸道 凶残 可人王不喜欢搞太多虚的 你欠下他人情 他明天就让你还 你不还都不行 你欠下了人情 大不了让你去和帝尊厮杀一场 杀一个帝尊 这事就算完结了 可血帝尊这些人 李浩这些人 都他们不是好东西 动不动让你做一件 好石好礼 一辈子都要搭进去的活 我想心舞了 男男一声 初五之神语气复杂 就不喜欢和这些脑子 心思太多的家伙 凑合到一起 真烦人 再看看不远处 那把被他挪来的血刀 他咕弄一声 啥时候才能复活 再不复活 李浩一旦登顶半地之境 天下必然会爆发半地 甚至帝尊之战 真打破了银月 道乃在 给你找地方复活去 找到了 难不成 我在熬十万年吗 唉 一声叹息 难得的惆怅 第四百章 大爱无疆 三强夺时光星辰 还在虚道宇宙中 纠缠不休 而李浩 此刻也在感悟各种建议 一瞬间 偌大的音乐 安静到了极致 没有任何战斗发生 天下太平 盛世繁华 这太平盛世 却也不是任何人 都想要的结果 天下太平了 无战斗 也无机缘可言 小小的银月世界 而今 时到被李浩掌握 需到被李道衡掌握 心门和戒必被 红月帝尊掌控 大骊 还有一尊强悍无比的 初五之神在 天底下 好像没了什么机缘所在地 对一般修饰而言 能量足够就行 可对于圣人 和圣人之上的强者而言 银月几个机缘之地 都被人占据了 这下子 银月大地 一人靠在洞穴墙壁上 有些叹息 都说天意加持 可成天命之子 执掌天下 可如今 诸强争霸 锁死了一切机缘 哪怕天意加持 好像也没任何机缘可言 说吧 带着一些自嘲 轻声道 天意 你不是这银月的执掌者吗 可如今看来 你好像不算什么 根本斗不过那几人 我原以为有天意加持 一日千里 登顶天下 结果 天命之子 还不是东躲西藏 获得了天意加持 原以为是生命的巅峰 那一层想 却是成了催命符 李浩的人 到处在寻找 在探查 好歹有天意加持 还是能感知到一些情况的 结果运气多好没看到 只知道 自己藏身各处 还不如之前活得自在逍遥 这所谓的天命之子 真的毫无作用 没办法 银月 还有几个天命之父 这小世界 刚诞生不久的天意 好像斗不过这群人 唯一可能斗过的李浩 结果也是个难缠的主 差点没把天意给吃了 天意混到了这个地步 又想到在一些书中看到的 那心武天意 化身种子 随意操控天地 直到最后 才被人亡击败 无敌天下 一对比 银月的天意 银成 一位位强者 都在默默修炼 大道之力 天王之力 都在一散 虚到宇宙 到现在好像 也没分出胜负 甚至没了太大的动静 李浩都难感知到什么 就在李浩 还在感悟建议的时候 瞬间睁眼 身边 多了一人 有事 来人正是林鸿玉 林鸿玉见他眼神 建议勃发 也知他 还在感悟修炼 可此刻 还是过来打断了他的修炼 开口道 有件事 需要你亲自定夺才行 说 林鸿玉迟疑了一瞬间 还是开口道 西方那位女王 不是夺走了一些 月神残骗吗 李浩微微点头 林鸿玉继续道 你正在修炼 他不敢来打扰你 也没胆子过来找你 那位女王说 希望用一个消息 换你不再对付他 什么消息 林鸿玉无言 知道了 人家还交易什么 他说对你很重要 他也是通过月神碎片知晓的 你若是有兴趣 我们可以联系他 李浩微微皱眉 和这人走太近 不是好事 这人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谁和他一起 谁必倒霉 林鸿玉听得想笑 忍住了 李浩却是很认真 虽然他不幸 有人没孕附体 可那女王 的确有着姿态 当然 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 能将没孕传递给他身边人 去了 哪里死一片 和他合作过的 除了郑宇还活着 几乎死光了 月神这位正牌月神 现在还留下多少残片 都是难说的事 反正 李浩不信命 可这位 真的没孕滔天 他能有什么消息 传递给自己 真传递了 也不能信 信了就麻烦了 他刚想拒绝 沉默了一下 忽然又道 你让他过来见我 月神碎片的事 我不和他一般计较 毕竟他也算参战 对付了一位天王 虽然我不需要 好 林洪玉应了一声 见李浩好像不想说话了 又不由道 如今只有三大强敌了 我们的实力 只是合道初期 恐怕帮不到你什么 不过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后盾 李浩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这话 怎么这么别扭呢 这女人 想说什么 林洪玉见他露出疑惑眼神 有些无奈 转身便走 没事了 你继续修炼吧 李浩看了他一眼 没再说什么 等人走远了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失笑一声 想表示一下关心吗 真够别扭的 摇了摇头 也没去管 继续参悟各种建议 同时 也一直都在关注 虚道宇宙的情况 他现在不怕 郑宇和李道衡出现 而是担心 红月帝尊的分身 会被两个故意放出瞬间 不是为了破坏封印 而是为了杀自己 自己一直在银城不走 就是为了扼杀 这两人的歹毒心思 红月帝尊分身 真要出现了 到底是杀自己 还是破坏八大主城 释放自己本尊 那两个家伙 心中有数 这也能扼杀他们通过 帝尊分身杀自己的心思 一边想着这些 一边又考虑起 那个未来自己的话 半地之力 千道建议 自己未来 可能会在半地期间 遭遇一次危机 前提是 未来不变 能杀自己的 其实也就三人 半地 应该还没打破新门 走出银月才对 所以 这危机真要出现 大概率是全力对付 那三人的时候 会出现瞬间失利的状态 而又考虑到 未来的自己 好像有些沧桑的过分啊 要不是很多年以后 要不就是用 时光之力过度导致的 很多年后 可能性不大 那更大的可能性 还是自己使用 时光之力过度 让自己显得格外沧桑 否则 自己不至于如此沧桑 他不断回想着 那个虚影 未来的自己 从他的一些举动 状态 去判断一些情况 尽管只是千万种 可能之一 可迎月目前的局势 其实也就那几种 未来的自己 没有告诉自己 任何有关未来的事 谁杀了他 他都没说 李浩其实明白 是担心自己出现一种误判 比如说 他告诉自己 会被红月帝尊所杀 李浩一直防着红月帝尊 那很可能会出问题 被正与他们所称 自己才了解自己 他知道 未来的自己不说 一定是因为这个 不希望过多地干扰 现在自己的判断 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失利一次是必然的 在半地期间 唯有这个期间 才能补回之前 自己借走的力量 而且 一定要在战役巅峰时期 李浩心中想着这个 想着如何去应对 这次危机 有得必有失 这一次 借用了未来的力量 肯定要还回去的 种种念头 再次浮现在心头 思索了一阵 感应到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正是那银月之力 女王来了 外围 女王其实有些忐忑 不太愿意来见李浩 可以知道 现在天下 李浩最大 哪怕自己实力 好像比之前更强大了 他也觉得 和李浩作对 没太好的下场 应红月这种人 不也照样被杀了 都以为他死不了 事关帝尊封印 结果不还是被顺利击杀了 现在 大家觉得 月神不会死 自己也不会死 因为银月是银月世界的核心力量 一旦彻底击溃银月 也许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可是 这年头 谁能说得清楚呢 所以 他还是来了 女王陛下 女王刚到 林红玉几人便腾空而起 迎接了一下 女王面色轻冷 也不愿和他们多说 他可不怕这些人 银月猴何在 猴爷在城内等陛下 女王也不说什么 就是个流程罢了 早就感知到了李浩的建议 跟着几人落下地面 朝李浩锁在地走去 原家小院 女王迈步而入 李浩声音传来 其他人 忙自己的去吧 众人纷纷离去 只有女王一人 有些忐忑不安 朝屋内走去 院门开启 李浩坐在椅子上 很是轻松 微微朝他点头 坐吧 女王冷漠道 不用 李浩 本王并不拒你 而近年不过河道五重 天王中期 本王也跨入了天王中期 甚至即将跨入后期 李浩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平静道 然后呢 你要杀我 不是 女王憋得有些痛苦 谁说杀你了 就是让你忌惮一下 我也不好惹 他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你身边有人是叛徒 是李道衡的棋子 我通过月神残骗 了解了一些 你只要答应 不再找我麻烦 我就告诉你是谁 李浩失笑 没兴趣找你麻烦 另外 你通过月神残骗 了解了一些内幕 李浩直接就当笑话了 女王却是正色无比 不错 而且 是你不敢相信的人 这一切 都存在于月神核心之处 这一次 他受损太严重 几乎被全面摧毁 这才被我 夺了核心机密 李浩之前便猜测 这女人能有什么机密 和自己交易 现在一听 也不算太出乎他的预料 笑了笑道 说说看 是谁 你 我答应你了 女王见他答应得如此轻松 又有些不安 可此刻都到了这地步了 不说更麻烦 他一咬牙 沉声道 李道衡不止一个棋子 一鸣一鸣 都在你身边 明面上 便是你挥下一位教导剑的修饰 而真正的核心 不是他 是地副剑 女王脸色有些沉重 地副剑 千变万化 一剑画万剑 这才是李道衡 一直安插在你身边的棋子 从很早开始 李道衡就开始布局 你手持星空剑 他不可能一点不管 所以 当你跨入武道的那一刻 其实就有人跟在你身边了 便是得副剑 他说着 也有些兴奋 这个消息可是很重磅的 他觉得 李浩和自己交易 是很正确的决定 本王也知道 地副剑算是你为数不多的重视人物 可你自己想想 你身边 从一开始就跟着你的人 还有几位 而擅长见到的 又有几人 见到强悍的 千变万化的 类似于剑尊之剑的 还有谁 他越说越是振奋 现在 你知道我给你带来的消息 重要性了吧 若是关键时刻 地副剑背叛了你 你就麻烦了 此人在你大道宇宙之中 好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环 一旦被他夺取大道宇宙掌控力 你必死无疑 本王这一次 本来不愿和你说这些 可我也不想李道衡成功 他看着李浩 好像希望看到 李浩绝望崩溃 甚至跳脚的举动 可左看右看 李浩好像很是平静 好像 没听到一般 女王皱眉 装身沉 还是说 这个消息 对李浩打击太大 他有些无法接受 李浩端着茶杯 喝了一口酒 他的茶杯 很少装茶 都是酒 此刻 喝了几口 平静无比道 这是从月神残片核心中 提取出来的消息 对 女王点头 严肃道 本王绝对不会欺骗你 而且 极其的隐秘 只有一丝丝精神力残留 幸好我行动快 否则 就要彻底消散了 结果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如此重要的讯息 帝副剑啊 他可是知道 这人很关键的 道剑这种后来加入的 而且在阵营中不算太起眼的 他觉得 李浩应该有所防备 可得副剑 这位一直跟着他的人 才是棋子 李浩大概率不知道 女王自己也判断了一下 觉得 帝副剑 就是李道横安插的 毕竟 他丢下了星空剑的子剑 肯定需要一个人去 引导李浩 甚至去监视李浩的一切 谁能比他副剑更合适 李浩踏上剑道 走到今日 帝副剑的确一路跟随 出力不少 剑李浩还不吭声 他又继续道 反正我告诉你了 你无法接受 也是事实 红一堂这人 我也了解一些 本就不太正常 你疏忽了而已 他早些年 一直隐忍 你师父多次挑战他 他都拒绝了 结果轻易就追随了你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而且 他和你无亲无故 却是一直帮你 你多次遭遇危机 都是他出手帮你解决的 那时候你师父 还没打破限制 唯有李道横 不希望你死得太早 直到你 发现了星道宇宙 这就达成李道横的目标了 还有 你不觉得 帝副剑无欲无求过分了吗 既然无欲无求 为何还要帮你 也和他前妻隐忍性格相悖 女王有些沾沾自喜 我也曾管理过天下 管理过无数人 我甚至还知道 他的妻子 正在神国收拢人心 你要明白 神国那边 一直都是本王的地盘 也是月神和李道横的地盘 此刻 收拢神国人心 其实关键时刻 很有作用 甚至 万众信仰之下 那红袖 能成为月神 我其实还有一个猜测 这个红袖 可能就是月神的一部分 此刻去西方 不安好心 月神遭遇重创 可是 命还在 你此刻 放松了对月神的关注 也许 关键时刻 音乐第一神 会出乎你的预料 这一刻的女王 仿佛化身了智慧之神 这一切 有些是她看到的 有些是她推测出来的 她又不傻 一推测 觉得自己的想法 完全符合李道横的算计 红袖去了西方 就是为了关键时刻 再次强化月神做准备的 那边对月神的信仰 虽然崩塌了一些 可信仰基础还在 只要红袖关键时刻 以现在的身份取代月神 对方救助了无数孤儿寡母 万家生佛 这样的人物 再次聚集信仰太轻松了 还有一点 天意 女王再次自信孝道 红袖一直在行善事 得到天意加持 也在情理之中 而她若是月神化身 他们一直都希望捕捉天意 而此刻 天意就自投罗网了 自动落入了她手中 这才是高明 在你眼皮子底下 获得了天意加持 甚至捕捉天意 有了天意帮助 加上银月本尊 也许 李道横可以很快走出来 成为第一个 走出限制的半地 那时候 内外夹击之下 你死定了 女王自信无比 李浩 本王这一次 算是救了你一命 提前将对方的阴谋 全部告诉了你 你欠本王一条命 李浩就这么看着她 也不说话 女王的推断 有问题吗 从逻辑上来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若是按照她的说法 红袖谋夺天意 是月神的化身 关键时刻 再次复苏月神 甚至夺取了天意 实力更进一步 都在情理之中 而地附件 她的万件之意 的确玄妙无比 也是仅次于 道字神文的特殊神文 甚至可以操控万道 变幻万道 李浩的道字神文 一旦溃散 大到宇宙 可能真的会被 得附件掌控 从这两方面来说 这个布局 太精彩了 若是李浩自己 推测出来的 她都要惊讶了 甚至沮丧 可是 出自女王之口 她其实没什么 太大的波动 只是默默看了 女王一阵 许久才道 你运气真好 能力真强 这些秘密 都被你窥探到了 那当然 女王笑了 运气不好 本王能活到今日 真是 对自己一点 自知之明都没有呢 行 我知道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 和你无关 你可以走了 女王愣了一下 太不客气了 这和她预期的 一点不同 在她想来 自己为李浩 点破了李道衡 最为关键的算计 李浩不说感激涕零 也不会是这样的 冷淡态度 什么叫和我无关 可以走了 李浩 本王知道你很自信 觉得天下人 都在你掌控之中 可本王也要告诉你 太自信 会死得很惨 你现在最好 马上解决这几人 否则 你必会遭受反噬 行了 你可以走了 李浩 女王有些愤怒 这就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 我告诉了你 如此隐秘之事 我完全可以不说 让你被人算计的 李浩头疼 白白手 有些不耐烦 别喊了 出去 马上 还有 此事我知道了 现在 我答应你 不会再找你麻烦 你离我远点就行 女王脸色铁青 混账东西 本王好心好意 冒着危险 得罪了李道衡和月神 告诉了你如此重要的秘密 你居然是这副态度 很好 既然如此 你死就死吧 他也不再多说 转身就走 冷哼一声 你若是不管 不信 那就不怪本王了 等他走了 李浩吐了口气 笑了笑 这人 刚刚好像希望获得自己的一些认可 我可不敢 太危险了 李道衡 月神 回想刚刚女王的话 李浩再次露出笑容 合情合怜 自己拿到了星空剑 别人不知 李道衡必然一直在观察 甚至自己家族 都是他的实验品 肯定有人查看实验结果 由此看来 地副剑 太符合这个人设了 引导自己走向剑道 第一次见面 就传授了自己一些剑道争议 不得不说 再加上那枚特殊的剑文 对方是李道衡的分身之一 完美无瑕 自己更是信任无比 甚至将地副剑的大道星辰 纳入了混沌长河之中 除了地副剑 只有灵红玉的星辰 也在自己的混沌长河中 承受万道洗礼 李浩出世 这两人都有希望 执掌混沌之和 而地副剑 希望要更大 因为他的剑道 很符合整个大道的争议 大道星辰 排列起来 就是一把剑 可是 我不信呢 李浩喃喃一声 不管是女王真的无意中 捕捉到了信息 还是你故意让我不去怀疑 欲擒故纵 我便满足你 就不去怀疑 你又能如何呢 李道衡 是那种轻易将自己的计划 被人获知的人吗 哪怕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那也不行 李浩轻笑一声 忽然开口 红师叔 来一趟这边 很快 红一堂破空而来 此刻的李浩 依旧平静 上下打量了一番 开口道 女王来了一趟 说你是李道衡的分身 师叔 是吗 红一堂眼神微动 看了一眼李浩 他还说 红袖师叔 是月神的化身 在西方行走 是为了具信仰之力 关键时刻 瞬间恢复 您觉得呢 红一堂正神片刻 李浩又道 他又说 你从一开始 就在监视我 你的剑文 也是道文的替代品 一旦道文消失 你就是下一个大道指掌者 师叔觉得 有毛病吗 红一堂有些苦涩 仔细想了想 半赏才道 完美无瑕 按照他的说法 的确嫌疑很大 甚至 除了我 好像没有第二个 更符合李道衡 安插在你身边的棋子了 他自己听着听着 都好像相信了 无法辩驳什么 红一堂无奈 我不辩解 那我就是承认了 我辩解 又好像 不合适 他看向李浩 你怎么说 说完又苦笑道 你若是信任我 那就不会怀疑我 可若是我真是 这好像也不对 好像 很麻烦 李浩点头 是很麻烦 所以 我想了想 女王这么说 其实也是很让人难受的一件事 我考虑了一下 师叔 既然如此 不如这样吧 为了你早日成功合拢双道宇宙 我将十道宇宙让给你吧 红一堂叹息一声 你还是选择了相信他 很无奈的事 李浩却是摇头 没有啊 我是认真的 大道宇宙 让给你吧 红一堂一正 愣住了 李浩再次看向他 我说 大道宇宙 让给师叔了 我想来想去 最近大道宇宙暴露了太多 混沌长河什么的 都暴露了 李浩轻叹一声 我现在 几乎毫无底牌可言了 一切都在别人的眼中看着 所以 我想了半天 将混沌长河留下 师叔去执掌吧 我必须要再次跳出去 李浩轻笑一声 师叔是真的 李道衡分身也好 还是假的也罢 没关系 真的 那我成全你 假的 那我更要成全师叔 见到的宇宙 当然要一位剑客 来执掌 千变万化的剑文 其实比我更适合 这大道宇宙 红一堂脸色变幻 看向李浩 沉重无比 这到底是信任 还是不信任 还是试探 还是李浩 彻底疯了 刚刚才算计了几位强者的李浩 刚刚才晋级到了河道五重的李浩 此刻 居然要退出大道宇宙 他到底在想什么 李浩笑了笑 师叔 别惊讶 我说退出 也不是完全退出 我要带走一些东西 也要留下一些东西 另外 就算是大道宇宙 其他的可以不要 那颗星辰 我要定了 大道之心 没了那玩意 这大道宇宙 其实和一般的大道宇宙也没差别 和本源一个样 差距不大 红一堂脸色变幻 你到底在说什么 在想什么 此刻 大家都寄希望在你身上 你到底想什么 你现在河道五重 心五圣人纷纷容道 你应该很快可以进入河道六重 成为半地之下 最顶级的战力 李浩轻声道 师叔其实也可以的 你 李浩认真道 师叔 这么说吧 我需要 有人成为我背后的靠山 关键时刻 可以给我一臂之力 我汲取未来身 未来必有一次危机 而这一次危机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没有任何人可以救我 我身边的人都不够强大 唯独师叔 若是执掌大道宇宙 倒是有很大希望 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 红一堂脸色有些难看 李浩又道 师叔一直隐忍 也习惯了隐忍 所以 接下来 哪怕师叔实力进步再快 再多 也不要暴露什么 既然李道衡让我怀疑师叔 解决师叔 我想了很久 不如让师叔更可怕一些 李浩笑道 你若是真的李道衡分身 我想 我其实对音乐 也没太多的留恋了 不如成全了你 也算是还了师叔 昔日助我勤奋 若是不是 那我就赌赢了 师叔可以关键时刻 成为我的臂膀 我本就在想这件事 今日女王一来 和我一说 倒是坚定了我的想法 红一堂彻底变色 你认真的 不是试探 不是 你这个疯子 红一堂这时候 都有些癫狂了 你是不是彻底的疯了 你好不容易将大道宇宙 发展到了今日的地步 万民修炼 都在信仰你李浩 你现在要放弃 你怎么办 大家怎么办 音乐怎么办 不是放弃 李浩摇头 我没说我放弃 我只是说 我暂时放弃了大道宇宙的掌控 我要 开我之天 什么 李浩笑了笑 食道也好 虚道也好 现在都没办法融合成功 我奈何不得那家伙 那家伙也别想轻易掌控我 我俩都很头疼 既然如此 我模拟一次 食道虚道的融合 外加时光星辰的小号星辰 李浩月发笑的灿烂 我都有 我有食道星辰 我也有自己制造的虚道星辰 我还有时光之鉴的核心 时光星辰 虽然都是小号的 可都是自己一点点构建 一点点制造 一点点修炼出来的 在自己体内 制造一次真正的大道宇宙 融合如何 当然很危险 但是 一切都是我的 从头到尾 都是我的 我无法去混沌开天 那我以我自己 再开天地 再开大道宇宙 如何 这是个疯狂无比的想法 可是 李浩心动了 我有这个基础 没人比我基础更好了 精神宇宙的构造 可以说 是神来之笔 给自己弥补了虚道宇宙的不足之处 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我要真正的 开辟一方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甚至是大道宇宙 红一堂已经惊呆了 一时间 忘记了说话 忘记了一切 眼前这人 真的是我认识的李浩吗 所有人都在意的东西 他好像从不在乎 什么大道宇宙 什么迎越天地 什么大道 什么见尊见义 他好像都不在乎 你们要吗 好 我给你 我 只是我自己 我也只修我自己 这一刻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一时间甚至有些凝固住了 喉咙有些发色 认真的 李浩点头 笑容灿烂 师叔 剑客 当走出自己的剑道 何况 我也不算单纯的剑客 我说过 我是道主 我希望 大家称呼我为道主 可道主 一切都是减便宜来的 这还算什么道主 李浩笑容灿烂无比 我知道很难 我也很自大 甚至是狂傲 可我 想试试呢 能人所不能 跳出这个棋盘 你在乎 我不在乎 你在意 我不在意 什么李家血脉 八大家血脉 我都不要 什么大道宇宙 什么隐约事件 你们留下来的 不在乎的 我也不在乎 我不是贱尊 不是人王 不是血地尊 可我 实力不如 心态 我要赶超他们 这一刻的李浩 笑容灿烂到了极致 大家都觉得 我成功在于李家血脉 在于大道宇宙 我便放弃这些 从此以后 活成我李浩自己 师叔觉得 可以吗 红衣堂呆呆愣愣 心灵上 好像受到了震撼 这是刚刚21岁 还没正式跨入22岁的李浩 他说 他只活成自己 李浩又有些羞涩一笑 当然 这是自夸 我其实还是要借用一些前辈留下的余音的 比如 见尊留下的大道宇宙 我想 带走时光星辰 我也想学他们的大道真意 先模仿 再弃平 最后 超越 李浩忽然坐直了身体 笑道 另外 还要拜托师叔 不要乱来 我师父他们的本命星辰 也许还在其中 我还要复活他们呢 千万别出了问题 师叔 你看可以吗 红衣堂震撼许久 咽了咽口水 你说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我真是李道衡的分身 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让给了我大道宇宙 我 那你就活成自己 李浩举起了拳头 好像小朋友一般 笑容灿烂 就如血帝尊 大家都说 他是占天地的转世身 可他活成了自己 你若真是李道衡分身 你自己又不知道 那你就活成红衣堂 你都只长一半的大道宇宙了 你还怕他干嘛 你干掉了他 你想叫红衣堂也行 想叫李道衡 我也没意见 至于屠杀李家 那是李道衡做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李浩笑呵呵的 是不是分身 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在我心中 就是红衣堂 就是地附件 就是指点我见到的师叔 你真是分身才好 他想合一的时候 给他来一次狠的 夺了他的虚道宇宙 大道宇宙就是你的 我别无要求 复活我师父他们就行 我自己 修我自己的宇宙 红衣堂只觉得脑海中 有些五雷轰顶之感 李浩在说什么 你就算是对方的分身 也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你活成自己就行 活成红衣堂就行 大道宇宙我不要 我就给你 偿还昔日恩情 这 到底什么和什么 李浩 你真的没有一点感情吗 他喃喃一声 这是多情吗 不 这是无情 他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好像不太在意这一切 他只在乎他所在意的 那一些东西 除了这些 他好像可以放弃一切 何等的可怕 忽然觉得 眼前的李浩 可怕到 他就该叫魔剑 魔剑李浩 李浩一脸羞涩 忽然取出了一面旗帜 有些炫耀 师叔 可不要冤枉人 我李浩 曾获得过无数人的认可 你看 这是什么 乐于助人 胸怀大爱 赠 寻检司寻检李浩 红衣堂呆呆呆地看着 啥玩意 还有些破旧沧桑之感 哪来的 当年 我在寻检司工作 百姓奉我的 李浩笑容灿烂 果然 大家都知道 我是胸怀大爱之人 乐于助人 前几日 我还以为丢了 去了一趟寻检司遗址 居然还在 我就带回来了 草 这谁是瞎子吧 红衣堂彻底无言 关键是 李浩居然还找回来了 这 你真是 无言以对 李浩笑呵呵的 此刻 扶摸着手中之剑 看向红衣堂 我要开我的小宇宙去了 真开心啊 只有如此 我才能彻底跳出去呢 我李浩 从不弱于人 你剑尊不要 我也不要 哼